聽說丁大哥已經還是軍火科技的一個軍火商 哎呦 軍火商 軍火商搭上無人車 這個Martin 你是做什麼生意啊 來到這裡指標會有機關槍掃射嗎 像導彈嗎 嚇死人了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東森愛玩車 我是主持人龐德 今天很特別呢 坐在一個移動的公車上來做開場 而且 欸 更特別的是 這是沒有駕駛的一個公車耶 我告訴你啊 還有更可怕的 欸 車怎麼停下來了 哎呀 龐德哥 我說了 龐德哥 因為你在這裡 是啦 我今天是來東森愛玩車 真的變壯車手的壯壯 一樣講說呢 壯壯是三寶嘛 對不對 但今天壯壯更厲害了 是 他不用開車 一樣能當這個三寶 欸 哪有啊 不過 這是很帥喔 對啊龐德哥 我剛才看你來的路上 車上是不是沒有駕駛人啊 沒有駕駛人 那我跟你講 其實有個更帥的駕駛人 真的嗎 為什麼呢 沒有駕駛 也有所有更帥的駕駛人呢 是 我們請今天的丁老師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來 歡迎 Martin 欸 龐德好 張正好 欸 大家好 你好你好 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欸 大家好 那個我是這個 7 Star Lake 的創辦人 Martin 喔 創辦人喔 就是創辦這種 不用駕駛的車子就對了 對 就是這個車 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說它是一個 百分之百沒有人駕駛的車 那也很高興說可以跟大家來介紹 分享一下這個新的科技 所以沒想到在台灣 也有這種高科技 無人車的駕駛出現了 嗯 那它已經在路上跑了嗎 對 像這個車 我有大家如果印象看的話 就是說 在去年在台北市的 信義路的公車專用道 還有就是說在高雄的柏二特區 還有 以及說這樣在那個 嘉義的故宮博物院啊 還有彰化的高鐵站等等 還有101 它如果已經開始做一些 試運的接駁 已經讓客人開始試乘了 對 都會去人群中 它可以安全的行走 我想絕對不是一般的高科技 可以辦得到的 是 聽說丁大哥已經還是 軍火科技的一些 軍火商 哎呦 軍火商 軍火商搭上無人車 這個 Marty 你是做什麼生意的 來到這裡指標 會有機關槍掃射嗎 搗蛋嗎 嚇死人的 跟那個跟龐德跟中央 稍微解釋一下 那我創辦這個洗門 是到雷克之前 其實這個車裡面所有的電腦 是 都是台灣做的 也都是我公司的設計的 是 那因為大家都想像一下 所以那些所有會移動的一些軍事設備呢 它都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Sensor 比如說雷達啦 黃外線啊等等 或探測器 那你去想 這麼多的感測器要運作的時候呢 都需要很精密的電腦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從這個 幫這些所謂的大型的軍事設備 去做電腦 後來再幫這無人車的公司設計電腦 這麼酷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Marty 你今天在這邊現場講 大家不知道 我們馬上就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這台車有什麼酷炫的科技好嗎 好的 走 哇 這軍事等級的感應器耶 哇 看起來就跟一般的小巴沒什麼兩樣嘛 是什麼地方很厲害呢 最主要是這樣 大家如果有看到 這上面它有兩顆 這個可以打兩百公尺的這個3D的LIDAR 車頂 對 光打就是它打出去一個光波 然後反彈回來之後 因為它是每二十分之一秒會轉一圈 所以它可以把 整個兩百公尺內所有的物體 掃描回來 這樣掃 對 這樣掃 整個環境全部掃進來 對 所以就可以知道這個 把地圖做完 比如說這裡有什麼建築物 有什麼車子等等 那第二個呢 還有就是看到這邊 這裡有一個的這個3D的LIDAR 3D 行進中的時候呢 去偵測 物體跟它車子之間的相對速度 跟距離 第三個呢 就是說這個 二維2D的光達 3D 2D的光達 它有什麼不一樣 對 這個3D主要是說 我們在於判斷50公尺內 這個所謂關鍵的這個移動物件 它的相對的距離跟速度 那這個呢 就很關鍵喔 像在台灣啊 這種小路那麼多 如果說突然間 有一個小朋友 或腳踏車在近距離裡面 跑進來的時候呢 必須要由他緊急的去做出反應 給這個行車電腦去做這個所謂的反應跟煞車的動作 喔 所以它在靈敏度上面跟它的設計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無人車的構成就有點像 頭頂上有一個人一直在畫地圖 這邊呢還有一個特別的糾察隊老師 安全距離到了他就喊停 是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無人車士兵總共有四個角角的攝影機 去測試所有周圍環境的死角 在這麼近距離30公分突然間倒進來 他都可以馬上去做煞車的動作 好厲害喔 難怪剛才你一跳出來 車馬上自己停下來 我都嚇一跳 我以為是真的有人在車上踩煞車吧 很可怕喔 那我們是不是來實體 測測看 好啊 我們趕快 好 走走走 原來車上是這種感覺啊 很酷喔 很酷 而且還有涼涼的冷氣好棒喔 捷運車廂很像 很像耶 然後呢一樣沒有駕駛 但是捷運有鐵軌 這個沒有鐵軌 沒有鐵軌 就走在一半的路上 對 好厲害喔 不過他這樣子沒有鐵軌 直接走在路上 他這些點是要怎麼設計 我的站是在哪裡啊 對啊 撞到你問得很好 我們看到這裡有個路線圖 對 像龐德提到這邊 就像說這是一個沒有軌道的電車 像剛才提到這個無人車頂方的光達 就把整個行進的地圖建好了 所以好像這個無人車的底下 有一條看不到的鐵軌一樣 他就依著這個路線去走 對 大家看到說 地底下有一個紅色的虛線 對 就是我們剛剛講 我們用這個所謂的 2D的光達 所做的這個虛擬的地圖 好像有一條 你看不到隱形的軌道 在車子的下方 所以我們就繞著這個軌道在跑 那旁邊這個就是路樹啊 建築物等等的是不是 對 然後你看了這邊有沒有 很多東西一直飄來飄去 對耶 這什麼 對 就是我們感測到 因為這是在校園裡 所以有很多的樹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講 光達是打 往上面是打200公尺 所以說它就顯現出說 它周圍說會變動的東西 所以它也不是說吃GPS型 它自己是圖枝 是的 自己畫路線 對 自己的圖 自己畫好的路線 就會邊去我們所設定的站點 就比如說我們等一下下一個站點 就模擬一個地鐵站 它就會自動站點 然後就停下來開門 讓乘客上車跟下車 好酷喔 那像比如說剛才撞撞忽然間 喔 跑出來 它也會停下來 不會因為路線固定它就不停 它就不停 它就像說地鐵一定要把這個 任務把它走完 哇 所以就是除了它電腦之外 它也非常的人性化就對了 那像現在呢 我們慢慢的到站 到站之後 其實我們在慢慢的把它開進去 一個站點 讓乘客可以方便來坐車 就像我們的公車專用道裡面的 那個停車那個月台一樣 欸 這不過Martin啊 我一上車之後啊 除了這個跟捷運很像之外 這個又公車很像欸 欸 對 所以說只不過說呢 它是一個沒有公車司機的 一台這個無人公車 所以說像簡單來講 你要說啊 任何的一卡通郵遊卡 或者是說人眼辨識 或QR Code 其實我們都已經是 辨識啦 它這個攝影機可以拍我們臉嗎 人眼辨識的部分呢 是在車上有很多的鏡頭 喔 重點你看 這裡有個鏡頭欸 喔 像那個鏡頭呢 可以做兩件事情 未來這個無人車提供服務的時候呢 龐德可以說 欸 帶我去吃漢堡 喔 是喔 我可以跟他講喔 對 可以跟他直接talk 這個路線的假設 我們有這樣的餐廳或漢堡店的話 它就帶你到這個地方去 那當然還有第二個呢 所以到時候還可以跟餐廳 合作連鎖的一個概念 是的 所以說 這個無人車它所帶動的很多 新的消費行為 是大家都還想像不到的 它也是非常有趣和多元 這個可以請壯壯來看一下 你看這有上一個很可愛的按鈕欸 欸 欸 這有點像好像坐電梯的概念 是 像我們現在比如說到站 那開門關門是按這個嗎 對 所以其實這個龐德講得很好 有人已經把無人公車講說 類似一個電梯的概念 比如說我要到幾樓 我就按它就好 所以說這裡是用所謂的電梯模式 對 那你應該說如果老人家 或者是殘障的朋友 這個按鈕這跟他們有關係嗎 中間那個就是說 它有一個自動的所謂的 電動的坡道 比如說你可以預約說 下個班次 可能我有一台輪椅要上來 那我們就先跟你預約說 這個輪椅是要保留給下一個乘客來做 所以到站之後它就會自動把那個 這個自動的那個電梯總把它放下去 好聰明喔 太酷了齁 那還有一個紅這個SOS呢 求救嗎 它是那個求救的訊號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可能你在車上因為沒有司機 那可能說有長者或是其他的身心 他可能身體不舒服 他就可以直接按那個之後 可以跟那個我們的行控通心 去做直接的那個溝通 所以按這個之後就可以透過鏡頭 對講機 對 跟行控中心溝通 對 那有沒有緊急殺停這種功能呢 緊急殺停有幾個狀 一個是說在路線上 如果是有突然間跳進來的障礙物 這個Emergency Stop 我現在按下去會怎麼樣 當然的話車就會緊急停止 這個好啊 對 我覺得彭德哥想拆了這台車 所以這兩個紅油是不一樣 這個SOS是 跟行控中心溝通 是的 這個是如果真的有狀況一按 非常緊急 會停下來 是的 哇我這樣子聽完那個Emergency的介紹之後啊 我覺得 這是三寶一大福音啊 這台車簡直比我還聰明 太酷了 還會自己學習耶 那狀狀去做個臉吧 我們現在跟攝影機講說 欸 走囉 沒想到我們東森愛玩車 介紹了無人車的這個議題的主題啊 這麼多集這麼久了 沒想到 我這一次終於搭到無人車了 而且我不是在法國坐無人車 我是貨真駕駛在台灣耶 台灣體驗到無人車 這真的很酷耶 很酷喔 而且裡面很多關鍵組件啊 就是台灣耶 對啊 不過 這麼酷的 而且在台灣可以坐到 欸 Martin哥我們現在一般的話 還可以哪裡可以坐到無人車啊 對 就是說除了我們今天看到了台大的校園之外呢 其實呢 從嘉義開始的嘉義的布工南院 喔 然後台南的成功大學 喔 還有說在那個高雄的亞洲新安區 喔 這三個地方我們都把地圖建置好了 喔 可以在那邊體驗 是的 哇 就是目前在一些比較封閉的範圍裡面 是可以run的 對 然後也沒有法規的問題嗎 呃 法規還是最重要的一點 所以說我經常會在那個 跟各位朋友講說 其實自駕車要落地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基礎建設的成熟度 第二個是監管法規的配合度 監管法規 對 那第三個是系統科技的穩定度 還有第四個 社會民眾的接受度 可能像唐德跟壯壯跟我們覺得說 無人車科技很安全 很多人覺得說會不會撞到我 所以說這四個面向的缺一 都很難讓它落地 哇 所以就變成說第一個 大家對於一個無人車的知識的普及化 慢慢的這些法規都出現 都落實之後 我們的無人車才可以慢慢的讓 在路上上路 對 所以說現在呢 就是整個台灣來講 應該是我剛才提到的 在所謂的校園內 或所謂的特色園區 因為它那個車流量比較單純 那這個也是政府比較鼓勵 可以去走的地方 那第二個比如說 在台灣的一些偏鄉 要帶動所謂的 帶動觀光 跟交通的接駁 那這一塊也是台灣可以去做的 所以這個科技絕對會改變我們人的 運動的方式 運輸的行為 會做改變吧 對 所以說其實大家想到所謂的無人車的來臨 它是一個 再給我們未來移動方式的改變 甚至說很多我們未來的生活的方法 或是說未來我們去這個 整個消費行為 都會無人車 它可以做到共享接駁 基本上這就是共享車的概念 對 交通費用會降低 是的 而且我覺得民眾接受度很重要 就是大家覺得 唉唷 安不安全 所以各種數據就顯示 科技絕對比人好更安全 是應該是沒有錯的嗎 電腦算一定比人算得快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現在不僅是在校園區也有 更棒的是它之後還可以帶動觀光 所以這台車雖然是 外觀是由法國搭 可是我們台灣的硬技術 對 我們提供所有的電腦 跟IT的設計 對 你可以提供是軍規的 軍規的感應器 跟計算器等等的 是啊 這表示我們還除了這樣 我們台灣很強之外 平常 不要無聊沒事 不要惹Martin 好不好 不要惹Martin 是不是 今天非常高興 謝謝丁大哥 謝謝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 東升二玩車 我們下次見 拜拜